挑战身体的极限 100个引体向上加上200个俯卧撑 现实十分中内完成 挑战成功就强力5000美刀 这是一场难度极高的挑战 对于小哥来说或许还不是他的极限 毕竟上衣和墨镜还牢牢的穿戴在身上 但是从身体的文化隐约可以看出肌肉线条饱满优美 双脚微躯 标准的引体向上一个接着一个 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屏幕前的你平时能做多少个引体向上和俯卧撑呢 不妨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看看民间到底隐藏了多少低调的高手存在 27个之后小哥第一次下来休息 手臂的酸麻感开始出现了 不管你身材多么回无强壮 但是其中就摆在那里 这是避免不了的问题 所以一些身材瘦小的人反而一次性能做得更多 影响引体向上的因素很多 手掌物理和身体的各种发力肌群训练的力量 够不够也有很大欢喜 但我相信今天的挑战对于小哥来说虽然艰巨 却不是一个完成不了的任务 毕竟还戴着墨镜半裤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40个之后小哥进行了第三次休息 他甚至还打了套拳放松放松肌肉 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合理的劳逸结合才是最佳方式 挑战还在继续 42 43 44 45 五个一组他又开始数秒的休息 终于小哥进行了第一次变身 他脱掉了洁白的上一路 露出了一身轮角分明的肌肉 看来他要稍微认真一点了 完美的局限一时间就吸引出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和向往的身材啊 果然脱掉了衣服就是不一样 浮身似乎又充满了力量 这一次一口气又做了十个引体 罗友走走放松一下疲劳的肌肉 相信当他将墨镜拿掉的时刻 才是他最强的状态 你猜他会在一百个引体向上挑战中 就拿掉墨镜吗 看着小哥一次又一次地跳上单道 看到我热血沸腾 我猜屏幕前的你此刻肯定是 左脚挂在右脚上面 侧身摊倒在床上发着视频 看到这里不妨起身 跟着小哥一起来做一组训练吧 我们做不了一百的 那就做五个十个都行 没有条件做引体向上 那就从俯卧身开始 不管是柔软的床上 还是坚硬的地板 只有你肯开始就好 地下的目标 每天增加一个俯卧身 在不知不觉中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线条也会越来越好看 人也会越来越自信 这么多的好处 难道你还不愿意开始锻炼吗 引体向上的个数来到了87个 时间也仅仅只过去了四分钟 经常锻炼的人都知道 越到后面越难 引体虽然只剩下不到十个 但是难度确实到达了极限 身体肌肉的皮态感 会在内心演变成一种声音 一直劝你休息一会吧 躺平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要那么冷 但是你只要像小哥一样坚持下去 就能突破自身的极限 达到另外一个境界 98 99 100 太牛了 100个引体向上的挑战完成 时间正好过去五分钟 小哥没有过多的消息 立马又进入到了 俯卧身的挑战阶段 如果没有前面 引体向上的体能消耗 200个俯卧身对于他来说 应该不是难事 但是现在时间只剩下不到五分钟 200个俯卧身能否完成 就有未可知了 我们可以看到 标准的俯卧身一个接着一个 节奏非常快 前100个问题应该不大 困难的还在后面100个 简直不可思议 完全看不出这是在体能疲惫下做的 非让一口气不停歇地 连续坐俯卧身太惊人了 60 61 62 63 速度稍微有所减缓了 达到70个的时候 小哥终于第一次停了下来 唐琳蕾月的健身 锻炼让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力很好 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 选择在最适合的情况下做调整 后面才能走得更远 中心趴下后速度再次提高了起来 这个男人莫非没有极限吗 完全看不出疲累的感觉 88 89 90 难道他要一口气坐到100个不成 1915个的时候 终于公被沉起休息了一会 摇了摇头继续坐 97 98 还差两个 100个了 真是神一般的人物 操作休息后他又开始了 小哥终于决定全力以赴 拿掉了他那摔到爆炸的墨镜 接下来你将看到他的全部实力 如艺术下手中的刀雕刻出来的肌肉 随着身体一上一下 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光看着我就觉得汉人加倍 仿佛整个人也跟着做了100颗腐卧铲一样 腐卧铲数量来到了160个 时间过去了7分20秒 剩下的两分多钟时间 他只要能做40个就能完成今天的挑战 仔细观起表情 五官扭曲面露痛苦的深色 看来也是快要到达自身体能的极限了 无奈之下只能一次次 撑着了身体休息一会 双臂如同压着千斤之重 每一次的起落都会感艰难 他还在坚持 180个之后再也坚持不住 起身休息调整一会 健身锻炼却是很难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力 在如此高强度的训练下 即使是一个普通人 也会蜕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个体 有付出就有收获 外表锻炼的同时 内心也经历过千锤百炼 肯定也比一般人更加坚强 198 199 200 挑战成功 小哥竟然还没有停下来 他还在做 最后这几个是小哥免费送的 恭喜这个强悍的男人赢得今天的奖金 大家一起运动起来